诵大悲咒的人能得十五种善生 七者不犯禁戒 八者所有眷属恩义和顺 九者资聚财食常得丰足 十者横得他人恭敬福皆 十一者所有财宝无他皆夺 十二者异欲所求 皆惜衬随 十三者龙天善神横常拥位 十四者所生之处见佛闻法 十五者所闻正法勿甚深义 若有颂持大悲心陀罗尼者 得如是等十五种善生也 一切天人应常颂持勿生懈怠 在这篇文章里面 作者滕建波分享了 他对送大悲咒的人能得十五种善生的心得 前面说到你送持大悲咒 就不必担心那十五种很不好的死法 送持大悲咒 不光不用担心横死 而且来世也会非常好 叫做今生免饿死 来世得善生 今生命苦 不要怨政府 只愿前世未修大悲咒 送持大悲咒 一共有十五种善生 我们逐个来看看 一 你送持大悲咒 来世出生的国家 就能遇到善王 就是引导人民向善的领导人 比如 国家主席 引导人民向善的领导人 就可以称得上是善王 那么有人会问 某某某是不是善王呢 这类问题 一律不回答 二 你送持大悲咒 来世就经常生到行善的国家 不光有个善王 而且在善王的带领下 全国人民都向善 民风淳朴 夜不庇护 路不时宜 也就是说 大家的思想觉悟都很高 三 你常送大悲咒 来世就能遇到太平盛世 风调雨顺 人民安居乐业 不会是那些兵狂马乱 民不聊生的时代 四 你送持大悲咒 就能有缘遇到善友 引导你信佛修行 善友的作用是很大的 好比我们的大悲咒 精进群 就是善友群 有部分世兄 因为种种原因 退出了精进群 缺少了精进群中互相学习 共同进步的氛围 过了一段时间 就会猛地发现 自己已经懈怠很久了 我们精进群 要想更好地成为善友群 那就应当从一开始 就树立明确的宗旨 然后大家共同努力来践行 什么宗旨呢 念佛 持咒 求生极乐 远离名利 修六合境 在精进群里面 我们只宣传佛法 向大家介绍念佛 持咒 求生极乐 这个法门的殊胜 带动大家精进实修 在这个过程中 不贪财 不贪名 用六合境 来指导我们的团队建设 在精进群里面 如果哪天群主说 进群 要先捐款 时不时 想一些由头来募捐 那你就可以逃离了 五 你送持大悲咒 你的身体 就会没有大的缺陷 六根巨足 有人说 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不过我希望 我以后生的小孩子 能够身体健康 不要有缺陷 那你就可以让孕妇 每天念诵大悲咒 这样胎儿在母胎里 也能够受益 生出来的宝宝 就会非常健康 六 你送持大悲咒 来世的时候 道心就能更加纯属 就好比群主带领大家去朝圣 面对菩萨考验的时候 有些师兄道心坚固 就能顺利通过考验 甚至都没觉得有什么考验 有些道师兄的道心 没有那么纯属 就会被自己的忘心和欲心牵引 未必能够通过考验 你没有通过考验 也不用后悔 因为人家前世修得比你好 你这辈子就应该更加努力才行 不要羡慕嫉妒恨 宣化上人说 一切皆考验 看你怎么办 见面若不识 还需从头练 七 你送持大悲咒 你来世的时候 就很容易延迟戒律 有些使用说 怎么搞的 我看到别人很轻松都能持谢 持谢 我自己却很难做到 那可能是人家前世 就已经种下了善根 你自己的善根不足 所以就不要去嫉妒别人 有人说 我不嫉妒别人 虽然我现在还做不到五戒 不过我也想去受持五戒 行不行呢 这个要分情况来看 如果你为了贪赞叹 贪功德 而去受持五戒 那你不妨先把自己的贪心 降服了之后再去 避免你受持了五戒 到处招摇 生出我慢 那就不太好了 如果你目前 虽然还不能圆满地吃五戒 但是你有强烈的愿望 希望给自己制定一个 更高的目标去努力 那你也可以先去受戒 前提是 即便你每天做不到 但是你受戒之后 至少也要守一日一夜的戒 你如果受戒之后 能够严于律己 宽以待人 这个是最值得赞叹的 五戒如果大家有条件 应当去寺院 请出家师傅见证 为你传戒说法 然后你自己发愿 愿意持戒 如果没有条件 比如有些师兄在海外 没有寺院 也可以自己每天发愿持戒 戒就是一件坚固的铠甲 让你不受伤害 刚开始的时候 有些师兄可能觉得 持戒是对自己的束缚 那是正常的 因为你的妄心受到束缚 等你把戒条 真正落实到生活和工作中之后 你的妄心逐渐被调伏 你会觉得随心所欲而不预拒 不必等到七十岁 八 你送持大悲咒 你来世的时候 所有的眷属都非常和顺 讲仁义 知人图报 儒家说的五轮 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婿 朋友有信 你送持大悲咒 来世的时候 你周围的人就讲伦常 九 你送持大悲咒 你来世的时候 家财富有 衣食无忧 世俗的人 挣了钱之后 总是喜欢演说自己的成功之道 把自己吹得很神 很少有人能真正明白 自己这辈子的财富 跟前世的福报 直接相关 这个 是不是宿命论呢 当然不是 大部分人这辈子的行为 不足以与前世所造的善业 或者恶业相提并论 所以这辈子的走向 是在素业的巨大牵引力之下 沿着预定的轨迹前进 但是也有极少数人 这辈子如果做了很大的善行 积累了很大的福报 他的命运就改变了 这辈子就能见到现实报 这个就好比国家治理 每一届政府 就好像人的一生 国家的发展和走向 受到前面若干届政府的影响 当前这一届政府的行为 对国家的大势 影响通常是有限的 但是极少数伟大的领导人 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可以在这一任 做出翻天覆地的大变更 让国家的走势 有一个大的转折 十 你送持大悲咒 谁见到你 谁就恭敬你 来帮助你 十一 你送持大悲咒 你来世的时候 所有的财宝 没有人来抢夺 所以 你这辈子被人抢 被人偷 也不要去埋怨 都是有前因 可能是你前世偷人家的 所以这辈子被偷 而且你前世 也没有学大悲咒 所以就 十二 你送持大悲咒 你来世的时候 心想事成 当然了 你想行善 就能心想事成 你作恶 就不能保佑你 心想事成了 有些人这辈子 热心公义世界 但是呢 总是很艰难 发现做个善事 也不容易 很难如愿 那估计你前世 没修过大悲咒 如果你前世 修过大悲咒 这辈子要做善事 那是一呼百应 一切无碍 十三 你修持大悲咒 你来世的时候 龙天善神 随时 护佑你 你出门 一大群 龙天护法 保护你 要么鬼怪 都要远离 十四 你送持大悲咒 来世所生的地方 能够 亲见佛祖 听经文法 我们这辈子 送持大悲咒 求生极乐 那么你来世 就能往生极乐世界 面见阿弥陀佛 与无量无边 大菩萨作伴 随意去十方佛土 清经文法 十五 你送持大悲咒 来世 就能听到正法 领悟甚深法义 有些人听法 结果呢 听得不是正法 那就比较冤枉了 还要多走弯路 我们精进群 弘扬的佛法 选择没有正义的 正法经典 纯正不掺杂 我们分享的时候 一定是先发 经文原文 由于经文是文言文 所以再加一些白话 目的是希望大家 看经文原文的时候 相对比较容易一些 我们的白话 不一定是圆满的 把原文附上 也便于大家明辨是非 容易找到 可能出错的地方 如果哪天群主 搞一个自己的法门 一个在佛经上 找不到出处的法门 那么大家 就不要学习了 目前群主 提倡的法门 有两个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任选一个 一 每天念佛号一万以上 求生极乐 二 每天念大悲咒 一百零八遍以上 求生极乐 观世音菩萨说 如果有人送持大悲咒 就能得到以上十五种善声 有人说 我只要往生极乐 其他的都不稀罕 你这个觉悟当然很高 也很聪明 因为你去了极乐世界 相当于这十五种善声 都包含在里面了 而且更加殊胜 不过呢 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个觉悟 所以说 菩萨就说了十五种善声 让部分有缘人 先中善根 或许若干世以后 他的善根成熟了 自然就会求生极乐了 观世音菩萨说 一切的天 人 都应当经常送持大悲咒 不要生出懈怠心啊 我们精进群 就是对质这个懈怠的 以前介绍过精进的定义 你在完成正常的 本职工作前提下 在维护好正常的 家庭关系的基础上 把看电视 看小说 玩游戏 砍大山 打麻将的 等等的时间 用来念大悲咒 就是精进 有人说 我每天都很忙啊 没空念啊 那没有办法 你很忙的原因 是因为你福报不够 等你福报够了 你每天悠哉悠哉的 衣食无忧 万事如意 大把时间念大悲咒 你福报不够 就只能精进的去忙碌 越精进越烦恼 这个叫做邪精进 你福报够了 就可以精进的去持咒 越精进越欢喜 这个叫做正经进 下面是经文 大家可以再参考 随喜功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